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鸿生生于1876年 自子渝 浩泽兵 京东顺义人 原为小刀铺的学徒 后来下海先学静觉 后改老生 其活动年代与谭心培同时而稍后 是京剧流派艺术的创始人 由于博足 所以不以表演建长而注重唱功 代表剧目为三展一探 即原门斩子 斩黄袍 斩马素和四郎探摩 我知道的很少 我因为小的时候呢 在六七岁的时候 我看过刘鸿生 刘鸿生个子不是顶高 但是嗓音呢 可太好了 跟这个唱盘呢 比起来呢 比这个唱盘呢 要宽 声音更厚 大概当初呢 录音的时候 多少有一点失真 但是已经在唱盘听的 嗓子太好了 要说嗓子好呢 简直是太好了 这嗓子 据说呢 他当初也是个外行 后来他变成内行 他最初唱花脸 唱花脸给谭心培还配过戏 后来因为嗓子非常好啊 他就唱了老生了 唱老生呢 有时候还兼唱一点这个花脸 比如说谭心山什么的 他还唱花脸 主要呢 唱这个老生 唱老生呢 他呢 是博彩重长吧 有的时候学这个孙派的 有时候学这个汪派的 有时候他学谭派的 学谭派的 他最拿手的戏呢 就所谓这个三展一碰 碰就是碰碑 这是反而黄 三展呢 就是展黄袍 展子 展马素 展马素就是空城记了 这个 他这个当最出名的 当然就是展子跟这个 这个展黄袍了 实际上啊 他这个展马素 也是很出名的当初 他这唱这个戏呢 好像风格也不大一样 说实话 他这个唱这个空城记 实际上还是学谭的 人生刚有�� cort的 人生刚很有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此有一些杂音请观众朋友们谅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这个人呢 他这个天赋也是非常好 后来呢 他又因为到这个 到上海唱戏啊 那时候有些个 陪着他的场面的 后来我到大来的 我还都见过 别人有姓那 姓那的 大小罗的 我都见过后来 这个 到上海唱戏 在北京呢 很红 组织班什么的 非常红 比如淡脚 有五彩霞什么 陪他唱 要没好嗓子 陪不了了 花脸什么 纳少仙的 但是他里边呢 也有一个亲戚 什么在这唱 陪他唱 另外啊 他有这个几个徒弟 当时就叫 四大天王 其中有一个徒弟 我看的多一点 叫陈福寿 他也不 并不是光唱这个 不是唱这个 刘洪生替 我听他是战太平 那个陈福寿 是战太平啊 后来这个陈福寿呢 先生呢 他就落到这个武汉 后来我就不知道了 那几位 我不大清楚 是我亲眼见的 有这个陈福寿 说他也有徒弟 这个另外呢 他这个 在北京呢 当然很红了 天津在上海也很红 后来就因为 他这个 大概是脑衣蟹过去的 大概是 后来就死了 这个样子呢 好像还是挺大方的 有人呢 说他腿有点瘸 他闹过病 有人帮他治病 治病治好之后 腿呢稍微有点瘸 在这个台上看不 我反正我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他瘸 看不出来 本身是我这个 因为亲眼呢 看见他 另外呢 我听他这个 最多当然就是唱片 最出名的唱片 就是斩红袍 斩子 一般是 但是他很多 有很多的唱片 玉碑亭 这空城记 完璧归照 像这些个戏 这唱片都很这个出名的 但是呢 他有 他有这个二黄的 其实是非常好 像这个苏武穆扬 像这个 瞧古求金 这瞧古求金呢 现在就不大常唱了 但是呢 咱们在上海啊 有一个同志啊 原来是这首席最拿手 可惜这人已经过世了 就是池世公同志 他在科班里老唱这首 而且我还亲眼亲耳听过 他要是 在 在的话呢 让他介绍一下 这个瞧古求金 这就已经太好了 很遗憾呢 他已经过世了 也没办法了 刘鸿生 由于嗓音高亢挺拔 演唱风格流利爽脆 所以表演剧目 以嬉皮为擅长 他贯智的唱片 也多为嬉皮剧目 如大家比较熟悉的 展黄袍 圆门斩子等等 而他的这个二黄戏呢 就不大为世人所了解 接下来呢 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 敲古求金 和苏武穆扬 两张唱片 都是他的二黄唱段 这个敲古求金这首戏呢 我小时候听过 好像除去他呀 好像石慧宝也唱 郭仲恒也唱 就这些个老先生 你说他算哪一派的戏呀 我也不敢说 就是很经典的一出戏 唱腔的都很经典 都是规规矩矩那么唱 但是很吃力的 这么一出戏 敲古求金一句呢 取材于庄子 又名单宝庄 南华县 杜白俭 目前呢 已基本绝技于舞台了 剧情讲的是 青年张从 路过汕宝庄 遇到被杀 化为骷髅 盗贼瓜分其财物 有一枚金钱 落入了骷髅的口中 被紧紧咬住 此时 由老少二人路过 金走了二道 老少二人发现 骷髅口中的金钱 便大起争执 因骷髅将金钱 紧紧地咬住 不能取出 二人便用斧子 敲击骷髅而取之 庄子心有不仁 便施法术 便化一枚金钱给二人 请他们不要敲打窟窿 不料这两个人贪心不足 居然得寸进尺 更求金钱 庄子无奈 只都换来猛虎 胡走二人 二人走后 庄子又发恻隐 施法救活张从 不料张从醒来 反污庄子为道 向他索取财物 于是 二人共治南华县检官 庄子在公堂上 教训张从以后 将他化为白骨 现官白茧 一箭而误道 庄子在公堂上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参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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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